我们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我们一起先来做祷告好吗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继续在你面前来敬拜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将我们招聚在这里 因为我们知道 你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一个新的身份 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 也让我们彼此就成为 你自己家中的儿女 是你自己天国里面的子民 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彼此称为兄弟姐妹 我们都是一家的人 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 一个新造的人 也就是在你的面前 成为一个新的创造 救世一过都成为新的 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下午 在这里聚集的时候 存着一个新的一个心情 新的一个盼望 以及新的一个理念 来继续在这里去寻求 更新的生命 让我们一天一天的 在你的灵里面 得到更新的体验 叫我们不但是有一个 成为一个新的创造 也更是一天一天的 长成我们的救主 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的身量 因为你原先来召聚我们 你拣选了我们 你救赎了我们 就是要叫我们效仿你儿子 耶稣基督的样式 能够长成祂的模样 天父我们继续在这里 不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 为了我们的家庭 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求恩典 更是为了你所招聚 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教会 向你求恩典 叫我们在这个教会中间 也一样的能够 因着领受你的恩典 因着领受你自己 圣灵的带领 叫我们在这个地方 成为这个地区 你自己的一个见证的地方 叫我们在这个地方 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一个出口 也叫这个地方 成为你自己去吸引 去召聚 仍然在羊圈以外 但是要引进着羊圈的人来 进入到这个地方 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今天下午在这里的聚集 我愿意自己继续的来恩待 保守我们个人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都能够明白 你自己圣经的话语 叫我们的生命得着造就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的 今天下午呢 我们在这里继续要看的 就是路加福音 第十九章 二十四到二十八到四十四节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我给各位 在这段经文的一个题目呢 我把它定成这个 欢呼声中的哀歌 那么欢呼声中的哀歌 这似乎有点矛盾 对不对 既然有欢呼了 为什么有哀歌 哀歌的话 为什么又有欢呼呢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就想 我们先来看看经文怎么说 也许 刚才其实 我们的主席在这里 带领我们读的后面 这四十到四十四节的时候 你已经看见 耶稣基督的哀哭了 所以你可能已经 可以预想得到 为什么这段经文 我要这样子定一个题目 不过我们来看看 这经文怎么说好吗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二十八节 到开始呢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就走在前面 上耶路上去了 那么耶稣说了这些话 说了些什么话 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上一回我在这里 分享的信息是讲到 一个贵族他要到远方去 去取王位 他走几钱 他交了十钉钱 给他十钉银子 给他的十个仆人 每一个仆人拿一钉银子 那么这个主人 就吩咐他们去做生意赚钱 对吧 那么但是有些人去做了 有些人就把他钱 把他藏起来了 所以讲完这个比喻之后 他就走在前面 上耶路上去 快到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名叫橄榄山的地方 他打发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会看见 一匹驴鞠 拴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把他解开 牵来 若有人问 为什么解开他 你们就这样说 主要用他 被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 对他们所说的 他们解开驴鞠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 为什么解开驴鞠 他们说主要用他 他们把驴鞠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耶稣骑上 他们前进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他将进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一大群门徒 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都欢呼起来 大声赞美上帝说 奉主明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回答 我告诉你们 若是这些人开口不说 石头也要呼叫起来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叹剑那城就为他哀哭 说 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 有关你平安的事 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你的眼睛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壘 包围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消灭你里头的儿女 点一块石头 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因为你不知道 你蒙眷顾的石头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读的 我们有三节经文 特别留意一下 二十八节 耶稣说完这些话 就走在前面 上耶路撒冷去 接着三十七节说 他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 然后到四十一节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都已经看见那城了 这里连续的三次提到 耶稣基督靠近耶路撒冷 走向耶路撒冷 接近耶路撒冷 到最后他看见耶路撒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你要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么长途跋涉 一路上舟车劳累 那么好像很辛苦 那么到最后 终于抵达了你的目的地 那个时候那种的欢喜 那个时候的一种 松下一口气的那种的心情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 2002年的时候 说起来已经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教会因为从1993年开始 就在西伯利亚 那个地方就帮助 几个俄国人的牧师 在那里建立教会 所以到2002年的时候 是这个教会在一个城市 叫做October Square 这个地方呢 就成立了教会十年 十周年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教会 另外两个弟兄就去探访他们 去跟他们一起 去这个感恩 同时趁着的机会呢 就在西伯利亚 这个西伯利亚的西边的 这个O River 那沿岸呢 就做一些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那么从从从这个 从我们这个住的地方 要到这个这个小城市 Wallet Creek 就是到先到San Francisco 然后从San Francisco呢 就坐飞机到经过纽约 到纽约之后呢 再飞到墨西哥 墨西哥 不是墨 墨斯科 墨斯科的这个国际机场 然后又从墨斯科的国际机场呢 转到他的国内机场 从他的国内机场呢 我们就要坐飞机去到一个城市呢 往东飞飞到一个城市叫做图门 那么我们飞过去的时候呢 飞到还不到一半图呢 就突然间飞机就降落了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原来是因为在图门那个地方呢 天气不好 所以飞机就飞到一个 了不生蛋的一个小机场 那么我们一百多个人 下了飞机在这个机场里面呢 不到三个钟头 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全部卖光了 大家就饿肚子在那边等 等了差不多七八个小时以后 终于又可以再上飞机 就飞到这个城市叫图门 到了这个图门的时候呢 我们就也只能够休息 几个小时之后 马上又要再转飞机 因为原来就已经delayed了 再转飞机飞到 再往南东南飞 飞到一个城市叫做 Hantzmann-Sisk 它是一个国际滑雪圣地 那么从Hantzmann-Sisk 这个地方呢 我们到了之后 就匆匆忙忙的 就到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去 持有几个小时的睡眠 一大清早不到六点钟就起来 然后再坐车到河边去 Hantzmann-Sisk的Obe River 那一个河岸口呢 去搭船 搭这个什么 搭那个hydrofoil 是以前苏联时代的运兵船 先把它改造成这个商用的民船 坐着hydrofoil 就沿着这个Obe River向北走 开了八个钟头之后呢 才到这个小城市 叫做Hantzmann-Sisk 那到了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在河岸上呢 结果这个河岸的地方 离它这个船停的地方 到这个要走上去 它走一个很高的坡 还要爬坡 很长的石阶 那个木头阶了 然后提着行李 然后再爬上去之后 然后在泥土路上面 再走半个钟头呢 终于到了这个地方 终于到了这个 这个教会 叫做Octabra Skoya Baptist Church 这个是我们教会 在当年1993年的时候呢 提供给他们的资金 帮他们建造了这个教会 那么就在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今天还在 那么今天继续的在这里传福音 就在这里牧养当地的 这些少数的信徒们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 这个景色的时候 这张照片是我第一张照的照片 一到那里 赶快就先照一张照片 一口一松 这个整个身体就好像很舒畅 很高兴很高兴 终于前后算起来59个小时 从我们离开旧金山上飞机 到我们抵达这个地方 59个小时 终于到这里了 松一口气 非常的高兴 赶快照这张照片 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个经验 那么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里面 讲了三段的耶稣基督靠近耶路撒冷 但其实在之前 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 就不断地提到说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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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第十三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一直到刚才读的那三节经文 不断地在形容耶稣基督 怎么样朝向耶路撒冷去走 那么在这段精神 终于他见了到了 终于就看见耶路撒冷 还没有正式进去 看见了 当然他的门徒 跟着他的门徒也很辛苦 跟着他三年了 也终于到了这个地方 大家都很欢喜 很欢喜快乐 但是却在欢喜快乐的时候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 他看见耶路撒冷 他的反应却是什么 为这个城市哀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在欢笑中间 仍然有哀哭 为什么他哀哭 为什么耶稣基督 这么辛辛苦苦三年 一直放弃的 中间虽然遇见了很多的阻挠 遇见了很多这种宗教领袖 对他的抗争 遇见了他自己的家人 对他的不谅解 遇见了他的一些门徒 跟他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他 背弃了他 为什么他仍然继续 不断地要到这个地方 现在他到了 为什么在众人的欢呼之中 他却哀哭呢 我相信从这些经文里面 以及从路加福音 前面的记载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 耶稣基督呢 他之所以会在这个哀哭呢 主要是他有三件事情 他先聊 看他看见了他的门徒的迟钝 他的门徒仍然 此时此刻仍然误解了 他的使命 他也看见了 这些法律善人的盲点 这些当时宗教领袖人 宗教领袖他们的盲点 他们在属灵上的盲点 他们拒绝耶稣为王 更是有什么 更是有耶路撒冷的无知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面临审判了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他们却不知道 上帝拯救的日子 临到他们的身上 所以因着这三个原因呢 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反而在欢呼之中 却哀哭 他哀哭 他的门徒们 属灵生命里面的迟钝 他的哀哭 就是当时这些宗教领袖们 他们属灵眼目的这些盲点 他更是哀哭 这些耶路撒冷所代表的 这些仍然不清楚 他是谁的 这些人群 广大的人群 他们的一些盲点 所以这段经文呢 其实是要提醒 我们今天的信徒 提醒你我 我们是否对于主的福音 仍然带着一些盲点 我们对于主的福音 是否仍然反应迟钝 我们仍然是否 好像有 仍然是抓着自己的一些成见 不愿意或者 真正的来转化我们的生命 那么对于今天还 仍然没有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的人 这个这一段经文 也似乎要提醒我们 要去面对一个 要认真地去面对将来 会有审判的一个 很严肃的议题 那么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呢 我要跟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彼此共勉的 就是为了要 为了要提醒我们 我们是否仍然有 属灵里面的迟钝的 这种的现象 或者是盲点的现象 或者是仍然有一些 不信的 那我们要在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 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 道理上面 不断地去成长 不要以为我们 有一个很简单的 一些福音的 一些了解 就够了 我们要不断地成长 要坚持不懈地去祷告 要仰望主的降临 不要得以 这样才能够除去 我们属灵生命的 一些迟钝 或者是盲点 保守自己 常常活在上帝的爱中 直到永生 当我们面对主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这就是今天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共勉的一个重点 那么我们先再一次来了解一下 今天所读的经文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 首先谈到这个 这个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 要到前面的村子去 去牵一个驴居来 这个驴居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那么这个驴居的主人问你们 为什么要牵这个驴居 那么你就要告诉他 说主要用它 那么这个事情 真的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在前面这一段话 他重复了好几次 提到这个驴居的问题 然后等到这个驴居 牵到耶稣那里来的时候 这些人 这些门徒就把衣服 铺在这个驴居上面 让耶稣骑上去 然后耶稣骑在着驴居 往前走的时候 众人群众 都把衣服铺在路上 而且他们在这个地方 大声地欢呼说 奉主铺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那我们在这里看看 这些门徒们他们的动作 他们的行动 为什么能够表现出 为什么反而表现出来 他们的迟钝呢 明明是他们在这里 很高兴地去欢迎 就是在这边 去宣告耶稣基督 作为王 奉主铺的王来了 明明是在这里 来称他为主 又称他为王的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耶稣确实说他们的迟钝呢 特别是他们在第38节这里 所引用的这句话 奉主明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这句话 他们引用诗篇118篇的第26节 那诗篇118篇呢 是一首感恩的诗歌 他是描述一个君王 出去打仗 有上帝的帮助 他们经历一个大的拯救的经验之后呢 他们这个得胜的行列 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一路就这样子来欢唱 一路的在庆祝上帝的帮助他们 对一个充满了感恩的 充满了喜乐 一个感恩诗歌 既然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还要说 耶稣基督觉得这些门徒很迟钝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驴居的问题 这个耶稣基督要骑上这个驴居 当然一方面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 你要去前面村子里面有一个驴居 你就牵来 这个主人会问你 你就这样答他 这个主人会让你先走 那么这个事情真是这样的发生了 好像耶稣基督有这个预先预知的这个异能 他这个能够知道这个之前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同时呢 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行动 以及这些门徒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之后呢 他们也知道说 这个这件事情其实呢 是应验了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言 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说到 西安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应当欢呼看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千和的骑着驴 骑着小驴驴的居子 所以这个地方 他的门徒或许感觉到说 这个驴驴的这个事件 是应验了这个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 那么骑着驴驴来表示这个君王呢 他不是那种骑在战马上面 那种是展现的权势跟能力的君王 而是一个谦和的一个和平的君王 正如撒加利亚先知所预言的 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 铺在地上这个事情呢 也是当时在旧约里面呢 旧约里面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恭迎一个王的一个举动 我们可以从猎王记下第九章那里呢 看到一个例子呢 是当时这个耶护被高位以色列王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记载 就是当时的人就急忙把自己的衣服 铺在台阶的上层 在耶护的下面 他们吹脚说耶护做王 所以这个一个王被设立起来的时候 把衣服铺在地上 让这个王走呢 也是当时旧约里面的一种行动 换句话说 这个驴居应验了这个旧约先知的一个预言 他们这个铺衣服在地上 也是配合了这旧约中间 这个当人被立为王的时候的一个举动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凸显出来 他们的观念里面 此时此刻就是耶稣基督要为王的时候 要坐上这个宝座 要在耶路撒冷称王的一个时候 对他们来讲 既然又既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 又用这个以色列王登基的时候的一个行动来表现出来 他们此时此刻期待 就是现在耶稣基督 耶稣一进了耶路撒冷就要马上称王 再加上经文里面说到说 他们见过 因为他们见到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的意向 就大大的欢呼 他们也许就想到了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耶稣基督所做的各种的事情 使瞎子看见 使龙子听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捷径 使人护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等等 这些异能 或许他们就真的是觉得 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 配得此时此刻来称王 但事实上 耶稣基督早已经多次的向他的门徒指出来 耶稣基督他自己去到耶路撒冷之后 真正的遭遇是什么 不是称王 而是受难 被杀死 之后还要再复活 所以你记得吗 在路加福音里面 曾经在第九章的时候 在第九章就开始讲到说 耶稣基督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耶稣基督他独自祷告的时候 门徒也同他在那里 耶稣就问他们说 众人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先知 有人说是古时候一个先知又复活了 那么彼得 耶稣就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就说 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 彼得回答这个之后 耶稣就切切地吩咐他们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第三天复活 当彼得正式地宣告 承认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耶稣马上就吩咐他们说 他要被杀 后来你还记得吗 在这个 在接着下面的这个 接着就记载着 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这件事情 登山变相以后 在那边 他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跟约翰 上山去祷告 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就改变了 他的衣服都发光 在那个时候突然间 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 同耶稣说话 他们的荣光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 登山变相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但是何等荣耀的后面的背景 却是说到什么 说到他将要去耶路撒冷 受死的事情 这是第一次耶稣基督预言 他要去耶路撒冷 受死 第二次耶稣又说了 当时耶稣就对他的门徒 当时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 他的门徒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耶稣就说 你们要把这些话听进去 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 第三次 耶稣就把十二个使徒 带着一边对他们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凌辱他 向他吐唾沫 并要鞭打他 杀害他 第三天 他要复活 那么这些事情 其实耶稣基督已经三次了 其实说严格讲起来四次了 预先告诉他的门徒 他去耶路撒冷 并不是很荣耀的 很光彩的 就去登上宝座 就做为以色列的王 而是要经历这一切的凌辱 经历这一切的羞辱 经历一切的苦难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虽然他也预言了他要复活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的门徒并不明白 他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以后我们就知道 很多事情 福音书上说到说 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他的门徒才真正明白过 所以这就是他的门徒的一些迟钝 明明已经告诉他们 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 会有这样的遭遇 但是他们此时此刻 却看见一些表面的现象 看见这个驴居 把衣服铺在地板地上 引用诗篇118篇的经文 他们就以为这个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要做亡 他们没有想到 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这个事情才会真的发生 这是他们属灵生命的迟钝 这是他们属灵生命迟钝 我们今天也是否会有类似的迟钝 我们对于福音的期待 到底在哪里 我们所接受的福音 就是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将来上天堂吗 还是这个福音在我们的身上 对我们有所托付呢 我们对于这个福音的了解 到底是到哪一个程度 我们自己都需要 好好的去反思一下 接下来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 这个法律赛人的盲点 法律赛人他看见了这些门徒们 在这里高深的欢呼 而且称他为王 他们就向耶稣说了 要耶稣责备他的门徒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些门徒的行为 在这个时候是太过什么 太过这个 太过唐突啊 这个等于说在这里公开的宣告啊 这个有一个犹太人 在这里宣告为王 这是我在当时 罗马帝国统治之下 是一个非常极端 是极端令人 极端危险的一个行动 你在一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公开宣告说 另外有个人作王 这是会引起这个 罗马帝国认为你是叛乱 会引起他的军队过来 要围剿他们的 而事实上 事实上 这个罗马军队确实是 按照耶稣基督刚才最后 那一首说的预言 确实是来毁灭了 这个犹太 这个耶路撒冷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犹太人 这些 这些这个法律赛人 这些犹太人的 这宗教领袖们 他们的这些盲点 他们对于门徒的这个行为呢 表现出来 他们自己的冷淡 表现出来 他们虽然是代表 这种耶路撒冷里面 这种宗教的权贵 但是他们没有 以应该有的态度 来对待耶稣基督 从耶稣基督 路亚福音里面 一直到现在里面 一切的记载 从耶稣基督 跟这些法律赛人 跟这些宗教领袖 跟这文士 跟祭司长 他们的一些交往中间 这些宗教领袖 已经知道耶稣 是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那一位上帝 差来的弥赛亚 而且很多地方 耶稣借着他的神迹 借着他的骑士 借着他的有权柄的教导 有一部分的法律赛人 已经相信了 尼哥底姆 就是其中一位 对不对 他们其中有些人 已经认为 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 很可能就是那一位了 甚至有些已经相信了 但是在此时此刻 他们却用一种很冷淡 甚至用一种藐视的态度 来面对这个 要即将来进程的 这位耶稣 他们不愿意 向这个耶稣基督 作为一个王来对待 所以他在这里 要耶稣来责备他的门徒 责备他的门徒 是因为他们仍然拒绝承认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不愿意接受他 来做以色列的王 他们在这个地方 只称他为老师 不愿意称他为王 也不愿意称他为主 那么这些法律赛人 他们把这些宗教领袖的 这些反应 其实也是应验了 旧约里面上帝借着 以赛亚所说的这句话 这些百姓们听了又听 却不明白 看了又看却不晓得 这些百姓的心蒙油脂 耳朵发成眼睛风花 恐怕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 就得一致 反正话说 纵使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这些宗教领袖们 他们不愿意接受 他们仍然有这种 属灵里面的盲点 也是应验了 旧约中间的一些预言 而且耶稣基督在这回答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说 石头也要呼叫起来 这句话也是在呼应 他前面 在前面这个施洗约翰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实际约翰对那些 到他面前来接受洗礼 这些犹太人对他们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和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 我们有亚伯拉罕为主宗 我告诉你们 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不愿意 接受上帝的旨意 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 去明白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的话 上帝能够将他们弃绝 能够用石头 来完成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么这句话 其实在耶稣基督跟这些法律赛人之间的话 一句法律赛人要求耶稣去责备他的门徒 这样一个互动里面就看得出来了 他们的盲点 这些法律赛人跟这些宗教领袖的盲点 就是他们只是没守成规 他们没守律法的成规 他们看不见律法最终的目标 就是指向这位基督 就比如说他们之前 他们责备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安息日的时候去掐这个麦穗来吃 就违反了安息日的这个收割的这个条例 但是他们就忘记了 安息日的条例最终的目标 就是指到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他们只去持守的这些条例上面的要求 一些行动上的要求 行为上的要求 他们忘记了 或他们心蒙了油了 他们看不清楚这些律法 最终的目标就是指向这位耶稣 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体会到说 不但是有这些门徒们 他们属灵的生命上的迟钝 也有这些宗教领袖们 他们在属灵上面这种的盲点 那么接着就是这些耶路撒冷 所代表的这些 到这个时候仍然不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是谁的这些人群 所以耶稣基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为他哀哭 因为他们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看不见 他们不明白有关于他们平安的时候 他们不明白这是他们蒙眷顾的时候 平安的事跟眷顾的事情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拆来的拯救 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救赎 此时在这个时刻正要来到他们的面前 但是他们却看不见 他们却看不见 那么所以耶稣基督在为这个而哀哭 他的哀哭并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上面的一种的激动 他的哀哭也可以好像就业里面的先知们 他们的一些行动 他们的行动是什么 他们就为了要唤醒这些子民 上帝的审判 随时会临到你们身上 因着你们的悖逆 因着你们的不愿意去按照上帝心意来生活 上帝审判随时会临到你们身上 这些先知们又为了这种心态的沉重而哀哭 就好像耶利米他曾经说 他说我的眼泪汪汪昭夜不息 因为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破伤 破坏的大伤 击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 因为耶路撒冷 耶利米看见将来 上帝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 借着罗马的军队来毁灭了这个城市 毁灭了圣殿 这个圣殿上面的石头 一块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 这件事情到今天 你仍然可以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山 去看到当时被罗马军队 从圣殿山上推下两个石头 一块一块的堆在下 你如果今天有机会去耶路撒冷 你去到圣殿山 圣殿山的西南角 它特别辟出来一块地方 让你去参观的 是从城墙上 就是这个整个圣殿的地基上面 推下来的圣殿的石头 堆在那个地方 一堆一堆的堆在那里 整个圣殿山上 这个地基上面 所有的圣殿 全部被铲平了 石头通常被推下来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 一块石头也不留在 另外一个石头上面 就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这个罗马将军 带领军队来摧毁了这整个圣殿 在这个时候就应验了 可是在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 他为耶路撒冷的哀哭 就因为他知道这些里面的居民 居民所代表的这些 还不真正认识他的人 他们不明白 耶稣基督来到 是给他们带来平安 是给他们 是他们蒙眷顾的时候 是救神的救赎 愿意领到他们的身上 只要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是上帝 所拆来的弥赛亚 救赎就临到他们的身上 但是他们却不愿意 以至于耶稣为他们哀哭 说因为审判必然会临到你 这个审判 他是用这个仇敌的攻击来描写的 对土壘的包围 世面的困住消灭你 而且石头一块也不留在 另外一个石头上 他用这种非常 这个非常这个graphic 非常这个这个戏剧性的方式 来形容这个审判 要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就成了福音书里面 一个一个明显的转捩点 对于那些不接纳 跟不顺从耶稣基督人 耶稣所传的福音 其实就成了他们审判的信息 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 既是一个拯救的信息 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 你如果接受了 相信了 那就是你得救了 得平安 得福 被蒙眷顾的时候 如果你不相信 你不接受 那就是审判会临到你的舍头 而且对上帝的子民来讲 也是一个再次给他们 一个悔改的机会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 对这些法律赛人 对这些代表的这些宗教领袖 对他们这些这个祭司长等这些人 给他们再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 如果他们此时此刻不悔改 仍然不愿意接受 耶稣作为上帝 所拆来的这位弥赛养的话 上帝上的愤怒 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 对耶路撒冷这个哀歌 早在前面路加福音13章的时候 他就已经表达过了 在那个地方 他曾经就摇摇的对着耶路撒冷 说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 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想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可是你们不愿意 看吧 你们的家要被废弃 我告诉你们 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 直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 耶稣今天仍然在为那些 不愿意接受他的人来哀哭 他仍然在呼唤世人 希望他们愿意能够 进入到他的翅膀底下去 得着他所赐的 那有真正盼望的永远的生命 我的盼望是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 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 因着我们的迟钝 因着我们的盲点 因着我们的莫守成规 因着我们过去的一些成见 以至于我们听不见 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呼唤 以至于我们也变成 像耶路撒冷一样 看不见 以至于耶稣基督 他的救赎 对我们来讲 变成一种隐藏的一个信息了 我不知道各位曾经有没有过 因为自己的一些盲点呢 或者说是一些属灵上的迟钝呢 而这个在自己的属灵生命上面 带来一些这个影响 我跟各位讲讲 我自己过去在很多年以前 我信主之前的 之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吧 这是我跟我师母之间的一些故事 你想不想听啊 不想听我也要说 我其实跟我的师母在大学的时候呢 我们就参加一个查经班 在校园团系的查经班 查经班里面呢 有一年多的时间 就是查路加福音 从头查到尾 查完了以后呢 这个我就做了一个结论 我说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还写了一篇文章 在我们这个戏里面的戏刊上面 那结果 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的师母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了 那么她就先信了主了 我们一起查经 一起接触福音 可是她先信了 她找我一年多的时间 她自己先信主了 可是我呢就是不肯 我就是不肯信主 那我为什么不肯信主呢 因为我看见我周围这些基督徒 在团系里面这些基督徒 我觉得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行为跟我来比 好不到哪里去 这些基督徒 这些所谓的基督徒 我也看不见有什么特别的优越的地方 特别好的地方 那我何必要信 我觉得我有的地方 我还觉得我比他们好 那我何必要信 当时我就一直执着的这一点 我就是不肯放 我就是一直看着旁边的这些基督徒 结果一年多以后 这个我这个当时女朋友 现在的师母 她就对我说 她说你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 我们就要分手 那么那个时候 当然是我不愿意失去她 是不是 可是她这一句话 而且她非常的坚定的 她不是跟我开玩笑 我知道她非常认真 如果我再不相信 她是说我们不能够在一起继续走下去 我们必须要分手 就是因为 一方面当然是我不愿意 刚才说我不愿意失去她 但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因为她的这个执着呢 叫我不得不面对我的盲点 所以我不得不去真正的去看看 我这个盲点到底有没有道理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之后呢 她的认真就触动了我 就发现到说 我的信主 是我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其他人生活怎么样 跟我是否信主 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不管其他人生活怎么样 并不能够抹上了我所知道的 我在上帝面前需要她的救赎的 这个事实 所以就因此 一旦我这个盲点被化解开了以后 我就马上就能够在神上帝面前 俯伏下来 就像 Just as I am 对不对 我就是以我的个人的 我的本相就以我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 不再去看执着于看别人的 别人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五十后的今天 我跟师母的生活 才有了我们今天 长到的几个孙儿跟孙女 对不对 还有在一起教会 侍奉的这种福气等等 但是就是说 我们都有一些盲点 每个人都有盲点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迟钝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执着的 不能不肯放的东西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回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去 我们要不断地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去成长 不断地在我们所听见的福音里面 去多多地去思想 多多去思考 不要满足 多点参加教会的这些 茶经也好 聚会也好 多些学习 让我们的让我们在属灵生命的 这个整个这个视野里面能够扩展起来 能够坚固起来 能够成长继续地成长 我们今天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千万不要 落入到一个不知不觉中 就误解了他的一些救主的身份 把他当成一个 好像一个什么 就是好像当成一个救生圈一样 好像当成一个 一个名师抱佛脚的一个对象一样 我有难了才来找他 平常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们不要去 要明白他自己到底会不会误解了 他今天借着圣灵 借着圣经的话语继续在这里工作 上耶稣基督工作并没有停止 虽然说在福音书的最后 虽然说到了马太福音 就讲到说他已经升天了 他将来还要再来 但是现在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现在工作是借着圣灵 他差遣圣灵来住在每一个 相信他的人的生命里面 圣灵又借着圣灵所启示的 所默示的圣经 继续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 继续来帮助我们去 清除我们生命中间的这种 属灵的迟钝 继续去消除我们这些 属灵生命中间的盲点 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的 在上帝的话语中间去砸根 继续的去成长 要继续的避免 我们又凭着自己的私意 去强解圣经的意思 或者说是明明是自己不愿意等候 却越是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说成是主的感动 或者说是主已经明明知道说 他的日子来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了 我们却偏要去精算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 耶稣基督会再来 这就是我们误解了他 用我们自己的盲点来对付他 我们也要像当年 也不要像当年这个法律善人这样子 他们以为自己是律法的专家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已经够熟练了 我们对于神学的知识已经够充沛了 上帝已经在我的掌握中间了 我对上帝已经是非常清楚的明白了 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能够撤透了 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自大的这种心态 保持一个谦卑的心 圣经里面的知识这么的丰富 这么的广阔 不是我们这一辈子能够撤透的 对不对 我们不要像这个法律善人这样子的 他们以为他们按照他们守规矩的方式 守这个律法诫命的这种的行为 就可以摇动上帝的手 就可以叫上帝来为他们做事情 也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对上帝明白到一个地步 我知道如何去讨好他 他就来为我做事情 不要以为我们仍然我们有这种能力 而是要常常的谦卑 要在真道上面不断的去成长 不断的去成长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够了 最后我用这一段经文来跟各位做一个勉励 这在犹大书里面说到说 亲爱的至于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借着圣灵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进入永生 这句话里面 他的一个动词 主要的动词是保守这个字 也就是说我们要保守我们常常在上帝的爱中 那我们怎么 我们常常在神的爱中呢 他有三个分词 他的分词就是造就 祷告跟仰望 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我们求神保守我们 那我们如果要求神保守我们 在至圣的真道里面 或者说我们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中 我们怎么做呢 第一个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第二个 靠着圣灵祷告 第三个 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这是我们怎么样继续地在福音里面 继续地砸根 继续地能够明白福音 继续地能够消化 消除掉我们的一些迟钝跟盲点 就是这样子 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 借着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借着圣灵的祷告 借着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我们去祷告好吗 天父我们实在是需要保守自己 常常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因为我们常常自以为是的 以为我们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一些筹划就足够了 常常以为我们可以 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使命 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了 我们对于他的话 也已经背诵了 以至于我们以为 我们就完全地认识了他 以为我们就已经掌握了真道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 你的圣善的道理上面 不断地去造就自己 好好的去砸根 好好的去成长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什么样才是真正的 靠着圣灵的祷告 而不是我们自己对着空气说话 让我们知道我们 我们的祷告是 是是是是一个 是一个表示我们 依靠 而不是去摇动你的手 来为我们做事情的 一种的行动 求主让我们常常仰望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怜悯 因为我们都是 时代是软弱的 我们常常会走错路 我们常常会走偏路 就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 我们仍然要不断地 依靠着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这样子能够保守我们 常常在主的 主耶上帝的爱里面 一直到我们进入到 那永远的新天新地里面 愿你接纳我们 每个人在你面前 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